荒岛求生究竟有多爽 还有漂亮的大波妹子一起陪伴 九个人组成三队来到荒岛上 他们将利用荒岛上的资源 生存21天 即可获得300万奖金 他们将随机组成三人小队 分别从荒岛的不同位置登岛 荒岛的最北端会有国际航线经过 在这里点燃烽火 才有机会向过往的船只发出救援信号 第一队登岛的选手是娘炮安德鲁 还有极品大波妹安波 和拥有比妹子还飘逸头发的特里克 他们都是曾经往期回归选手 娘炮安德鲁曾经因为一个小蚂蚁咬伤 医生给他清理伤口时 疼痛不已而退赛 这一次很明显他要证明自己不是娘炮 安波再次回归我非常高兴 看见他时尚的穿搭 我的眼睛一直无法从那硕大的车灯上离开 哪怕是亮下我这太和金狗眼 我也在所不惜 安波曾经凭靠着一己之力 养活两个男人 这一次相信他也能拥有出色的表现 尽管安波非常亮眼 但是有人天生就是著觉 飘逸的头发远一看是个女人 进一个又是一个娘炮 安德鲁作为这队的队长 一直对着队友打鸡血 安波也投来羡慕的眼光 如此性感的男人 真想给他挤一口奶 他们刚靠近海岸 就看到远出于一条咸水鳄在岸边 没能力的选手认为这是猛兽所以害怕 有能力的选手会认为这遍地都是蛋白质 安德鲁队伍登岛的位置 是拥有最多凯门厄的栖息地 鳄鱼也是他们唯一面对的最大挑战 还有大量鳄鱼出没 岛内丛林茂密 却遍布非常多的毒蛇 还有成群比僵尸还恐怖的蚊子 岸边都是由珊瑚礁组成的海岸线 节目组为了节目效果 也是不择手段 靠近海岸200米位置 让他们游过去 原本几十秒的事情 非要他们游个十分钟 他们迫不及待地脱光衣服 估计没人能抵挡安波的坦然相见 他们在水上游得很刺激 殊不知水下还有鳄鱼的存在 距离他们12公里的第二支队伍 也开始登岛 他们分别是布伦特 还有很麻塞的美女卡拉 和一脸惆怅的黑哥奈恩 他们所处的海岸遍布火山岩 而且拥有非常多的海石出没 布伦特组同样是两男一女 要不是卡拉穿了破洞装 我还以为是三个大块头男选手呢 但细一看 卡拉不仅白嫩 这一组的选手实力比较强 布伦特在网机拥有出色的受力经验 他们依旧要有个几百米才能成功登岛 卡拉虽然块头大一点 但是看着还是挺好看的 希望他们能有出色的表现吧 九公里外的第三对选手开始登岛 这一对竟然有两个妹子 我的天呀 这也太瓦赛了吧 这究竟是荒岛求生还是荒岛度假 这一组的选手分别是妹子切尔和坎迪斯 男的叫贾斯汀 如果看过我解说荒岛生娃求生的粉丝 估计都认识切尔 这妹子被所有的男人约会了解后 最后没能成功生娃而退出比赛 这一次她再次回归荒岛求生 然而妹子坎迪斯 无论是身材还是长相都非常哇塞 应该是这次荒岛求生选手中 最漂亮的女选手了 贾斯汀是节目组的摄影师 本次能匹配到两个妹子不能说走后门 但多多少少也是有关系 第三组登岛的海岸 这里用非常多的鲨鱼出没 而且还有存在鳄鱼 但是用两位妹子一起挑战 相信贾斯汀死也会甘心的 安波组合已经成功上岸 这里的环境非常美 刚上岛安波就注意到了不妥 这里的海滩有非常多的吸血苍蝇 像吸血鬼一样到处吸血 他们很快就被咬得呱呱叫 接下来他们要靠着荒岛上的资源 来生存21天 他们必须要将荒岛上的废物利用起来 废弃的瓶子可以装水喝 至于废弃的绳索可以用来干嘛 布伦特组合这边也开始登岛 但这边的海岸不是沙滩 而是锋利的礁石 别说能狩猎到什么蛋白质了 这里就连走路也是寸步难行 刚上岛 他们都惊讶了 但他们都有一时到 要将荒岛的废物利用起来 黑格奈恩在教室上发现一台烂风扇 这台烂风扇在普通人眼里就是一堆垃圾 在求生长着眼里也是一堆垃圾 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们能将垃圾变废为宝 山叶可以做成刀片 接下来他们需要去寻找一些淡水 坎迪斯组合也游到了岸边 这里看样子像一片红树林 切尔西首先注意到 这里海岸非常多废弃的东西 这些瓶瓶罐罐可以利用起来 看着两个妹子如此积极 贾斯丁准备让他们带飞算了 他们把看到的东西都收集起来 这堆垃圾对他们在荒岛上生存非常有利 他们拿着这些东西去寻找淡水资源 并且在附近搭建一个庇护所 这一次他们并没有地图 走到哪里纯靠自己的想法 布伦特组终于离开了教室来到了沙滩处 在这里他们同样开始收集废品 看见废品如获宝物 从来没发现捡垃圾捡得这么开心的 在海滩上他们还看到一些脚印 这大概出现三只野猪 野猪最大能到达145斤左右 而且还长着锋利的獠牙 他们在岛屿上寻找食物和淡水 跟踪这些脚印的方向 或许能找到淡水 这里有非常多的烂鱼网 有了这些鱼网 他们就能抓到更多的鱼 安德鲁竟然还捡到了一个生火神器 虽然是磨损至100% 但是它依旧是一个没用的打火器 短短的一个小时内 他们就收集到非常多的垃圾了 接下来就是寻找地方 搭建庇护所和淡水 目前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困难 就是没有地图 他们并不知道哪里有淡水 哪里有资源 全靠自己盲目摸索 贾斯丁组合这边 一直行走在红柱林里 遇到的水源都是闲的 恐怕想找个地方落脚都难 安德鲁这边已经在丛林里走了三个小时 丛林里到处都是带荆棘的植物 被他扎一下估计会发出猪叫声 他们在丛林里穿梭 自己也不知道走了多远 好在他们听到了附近传来水流的声音 安德鲁他们找到了一条小溪流 虽然水流不大 但是最起码水是流动的 安波认为这是好兆头 溪流的源头或许有鱼抓 很快他们又发现了一台报废的汽车 一台汽车怎么会在荒岛的丛林里 只剩下一个空壳子 安波觉得他比他奶奶都要老 但是安德鲁却认为 这台汽车在这里应该只有八年左右 此时此刻他们已经收集到非常多的资源 特里克表示 就在这里搭建庇护所比较好 安德鲁也表示这里有水源 获得的资源比较重 无法远行 在这里搭建庇护所 确实比较适合 安波认为他们要尽快生活 太阳快要落山了 晚上这里的蚊虫非常恐怖 布伦特组还在寻找适合搭建庇护所的地方 淡水的位置起到决定性的因素 很快他们就找到了淡水 在这里痛以一番后 卡拉表示他们应该继续前进 去寻找搭建庇护所的地方 这让奈恩听着脸都黑了 水源在这里还走什么走 布伦特认为太阳快下山了 就在附近搭建一个庇护所算了 很快他们就在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 开始搭建庇护所 贾斯汀这边还带着两个妹子在赶路 他们一直遇到的都是咸水 为什么就非要沿着溪流寻找呢 齐尔认为现在搭建庇护所最重要 他们打算找一个地势高的位置搭建庇护所 安德鲁组合开始生火 他把打火机扎烂 得到打火石和齿轮 随便摩擦都能产生火花 这让安德鲁非常兴奋 充分地表现出了娘炮的基因 安德鲁趴在地上 尝试用小小的打火石摩擦生火 其他人则坐在旁边看戏 为什么他们就不同时尝试多种生火方式呢 贾斯汀这边带着两个妹子 因为没有刀 砍伐树枝只只能用石头 这样搭建庇护所真的太难了 如果没有搭建庇护所 坎迪斯会觉得没有安全感 天逐渐暗了下来 附近的蚊子变得异常凶猛 毕竟他们已经很久没有闻到血腥味了 到了晚上的时候 布伦特这边同样被蚊子困扰得睡不着觉 这里到处都是蚊子 怎么干都没有用 安德鲁队已是同样的情况 感觉全身上下都是被蚊子叮咬的痕迹 唯独贾斯汀这边蚊子不是很多 但是猛兽的声音直接惊醒他们 原本分开睡的妹子 一下子都扑在了贾斯汀身上 他们觉得庇护所外面有猛兽在散步 事实上就是一头野猪 但他们看不到只能乱想 庇护所外猪叫声以及移动声非常大 感觉庇护所周围都是野生动物 他们被吓得不敢睡觉 时间来到第二天 安德鲁队一早醒来 发现身上都是蚊虫叮咬的痕迹 安波觉得今天无论如何都要把火升起来 要不然再大的车灯也会被蚊子吸干 吸干也好 我不用打三层码来掩盖 安德鲁决定用镜片生火 他虽然是一个娘炮 但是干起活来真的挺积极 这些绳索可以做成钻工 钻木取火需要用到一条平整的木板 阿德鲁竟然用贝壳当刀子 很明显效果不太行 他只好直接用石头把木头砸扁 但砸了半天也没有效果 可能是娘炮力气并不大 但他依旧很努力地在干活 布伦特这边起床后就在附近探索 他们竟然发现了飞机的残骸 这只是一扇机翼 其他部分并不知道在哪里 布伦特认为没什么用 奈恩则认为这里是荒岛随时会下雨 机翼的铝皮可以用来挡雨 同时他也认为 这只是飞机的一小部分 周围肯定还会有其他不见 果然他们在附近又发现了飞机的其他零件 这个荒岛真的不简单 飞机和汽车都能捡到 他们在附近继续探索 逐渐发现越来越多的飞机零部件 飞机上的东西对他们非常有用 还找到了一个护目镜 这可以用来潜水抓鱼 破碎的玻璃可以用来做刀具 他们把能搬的都搬回庇护所 贾斯汀这边依旧在努力生活 坎迪斯全身上下被叮咬得非常厉害 现在他们庇护所还没有 就连最重要的水源都还没找到 昨天这里还是海水的 现在都已经全干了 这里的潮汐让切尔感到震惊 他们继续在寻找淡水 好不容易才找到新鲜的水源 他们把瓶子都装完水 有了水之后 他们就可以专心生火了 特里克和安波去打摆子回来 安德鲁告诉他们 打算想钻木取火 需要他们一起配合 他们找到了一块木板 只需在中间开一条裂缝 就可以钻木取火了 用绳子把木棍围绕 然后两个人不停地拉扯 但是方法好像不太行 他们只好想过其他办法 布伦特组一直在收集废品 附近都是飞机散落的东西 这是一个游表 而且还有一个扩大镜 这个扩大镜可以用来生火 他把东西拿回庇护所 给了队友们生活的希望 布伦特就在太阳光下 用扩大镜聚光生火 虽然一直有烟冒出 但是太阳并不是一直有 他们只好不断地尝试 尝试了好几个小时 火都还没有生气 奈恩晒得脸都黑了 布伦特来到西边继续尝试 看到有浓烟冒起 奈恩露出洁白的笑容 随着浓烟越来越多 卡拉也变得激动起来 最终布伦特成功拔火起 有了火就能煮水和烹饪食物 他们组是第一个把火生起来的 奈恩开始打磨刀具 布伦特在附近看到一只鲠鱼 这是非常好的蛋白质来源 那么布伦特能否给队友带来惊喜呢 期待下一集视频的更新吧